上个月23号,德州园吉舞协会在唐城市政府前举办庆祝园吉日园游会 大会在一阵锣鼓喧天的热闹气氛下揭开序幕 活泼的省湿穿松在人群中放送吉利 大阵仗的园吉舞蹈,以环保健康的诉求在现场表演 让许多席地而坐的民众充分感受到了华人的热情及中华文化的特色与魅力 一年比一年精彩的园吉日园游会今年进入第八个年头 5月23号,唐城市政府广场前,由德州园吉舞协会庆祝世界园吉日当天 现场不但有舞师舞龙表演,主办单位更以环保工艺为诉求 呈现出圆吉舞蹈快乐健康的精神意义 许多民众也借由着周末假日到了现场 有些人自备板凳,有些民众则席地而坐 欣赏着眼前精致的文化演出 当天除了广场前的节目表演外 市政府的两旁还设立了许多文化摊位 让民众有机会更贴近地感受中华文化的精髓 我们有年朴彩绘,我们有书法 我们还有操作会馆的五师舞龙 然后我们在此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Sugarland的朋友来到我们这边 还有让小朋友开心 然后也掀起我们一个学习中文 一个中国风,有书法 学习说你好吗 这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 然后把我们园吉舞推广到全民运动 应邀出席致辞的驻休斯顿经文处黄敏进处长 及敲教中心主任庄雅淑 对德州园吉舞协会能借由庆祝园吉日活动的机会 增加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的能见度 给予高度肯定 并祝贺活动圆满成功 那今天呢这个活动我们园吉舞德州园吉舞协会呢 安排了非常多的精彩的包括我们的园吉舞 包括我们的中华的舞剑 包括我们的这个书法的展示 同时呢也让我们这边的更多的这个美国的朋友 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更了解我们中华的文化 更了解台湾的文化 非常的开心 那在这边呢也非常祝福我们园吉舞的这个活动 能够让更多的这个乔切的好朋友 让我们的美国友人能够体会到健康的重要 也增进我们个人的健康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第八届世界园吉日 那么同个时间在台湾也举行相同的园吉日的庆祝活动 我们很高兴在Sugarland这个地方 今天有来自我们这个Chinese American 还有所有社区很多的社团共同来参与 有台湾的社团 有各地来的社团 都一起来庆祝世界园吉日 我想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 让我们这个华裔在修顺这个地区的能见度 能够进一步的促成 我们在美国的主流社会里面 这个贡献 我们桥舍的一定的心力 也希望世界更和平更和谐 唐城市议员Amy Mitchell 当天也代表唐城市长出席致贺 对德州园吉武协会为社区民族交流所做的努力 促进多元民族和谐相处 表达了谢意 现场许多民众都是西家带卷 小朋友脸上彩绘着各种生动有趣的图案 以免欣赏着中华武术及大阵仗的园吉武道 为自己的周末假日增添了许多难忘的经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